第六百六十三集 哈囉 歡迎收看巴哈姆特電玩瘋第六百六十三集 台灣時間 8 月 23 日凌晨 歐洲最大電玩展 Gamescom 2023 在德國克隆熱鬧舉辦了開幕業活動 Gamescom Opening Night Live 2023 一樣是由我們熟悉的 Jeff Keighley 主辦 帶來兩小時滿滿的遊戲新情報 一開場就有即將在 9 月 6 號推出的 星空 Starfield 打頭陣 現場帶來了一段鋼琴獨奏 還公布了由真人演出的宣傳影片 星空的執行遊戲總監 Todd Howard 也登上舞台 表示他是第一次來到 Gamescom 而團隊打造了一個可以容納三百人的劇院 要在戰場中帶著玩家看遊戲最開頭 利用工具自由打造 並展開壯闊的太空冒險 星空 Starfield 即將在 9 月 1 日展開 Early Access 電玩瘋到時候也會在第一時間釋出詳細試玩 敬請期待 頻道記得也要訂閱起來喔 今年騰訊也來到了 Gamescom 旗下工作室推出了三角洲部隊的新作 Delta Force Hawk Ops 還有韓國廠商 Nexon 和真愛碧斯 分別在開幕頁帶來第一繼承者 赤血沙漠這兩款重量級大作的最新情報 其他還有像是黑神話悟空 電魚判客 2077 自由幻局 戰力時空 2 RTX 必然幻象 Relink 就連Sony 都發表了 PSP 電玩瘋整理了 20 款 Gamescom 必看的重點遊戲情報 馬上接著看下去 由中國遊戲開發團隊遊戲科學 Game Science 製作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黑神話悟空 自 2017 年公佈至今 終於在 8 月 20 日首次在廣州舉辦試玩活動 試玩內容包括多個BOSS挑戰和獨立的遊戲關卡 讓玩家們親手體驗遊戲的打擊感 團隊也在 Gamescom 2023 開幕頁活動中公開了全新預告 展示這款遊戲具體的系統 戰鬥玩法 還能看到像是虎仙峰 赤鎬馬喉等遊戲頭目 遊戲故事取材自中國古典小說 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 我們將扮演一位天命人 或找尋習日傳說的真相 踏上充滿危險與驚奇的西遊之路 遊戲中擁有劈 逆 搓等三種棍法架式 基礎操作採用了類似臥龍蒼天雨落的棍式系統 隨著玩家打出輕攻擊 可以累積棍式值 累積的越高在銜接重攻擊的時候 就會造成更高的傷害 我們必須一邊使用精準迴避來閃躲攻勢 一邊用棍花格擋飛行道具 設法累積棍式 好痛毆敵人 還有騎術 生法 毫毛 變身四個系統的法術可以使用 騎術相當於控場系的法術 生法相當於迴避系的技能 其中銅桃鐵壁可以像彈刀那樣彈開敵人的攻擊 而豪貓則是我們熟悉的身外生法 能夠召喚出分身攻擊敵人 最後的變身則是能夠讓悟空變形成各種強化型態 能夠當成第二條血和大招來使用 影片中看起來遊戲的完全度滿高的 黑神話 悟空也預定將在2024年下進入室 目前也登上了Steam 跟Epic Games Store 究竟這款作品是否可以成為以後中國遊戲的標杆呢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由黑丹紅一掃上事實陰霾 如今Steam 評價達到極度好評的電影判客2077 在Games.com 釋出了DLC 自由幻局的玩法介紹影片 在自由幻局中 將受託來到新場景狗命鎮 要來拯救擴降在這裡的美國總統 並捲入當地複雜的勢力鬥爭 這次的DLC會追加上百種的新武器 新改裝 新晶片 最大的特色就是翻新了專精系統 各路線的專精系統都被重新設計 同時也增加了超多超帥氣的新技能 例如各種殘忍的終結技 拿刀砍子彈的子彈偏移 空中衝刺的飛奔 以及可以射擊手榴彈的飛法 每種都帥到不行 同時也推出了全新的聖物技能術 例如強化手炮的躍拳控制發射上限 強化螳螂刀的空間映射 以及讓你一拳三百磅的移除線浮器等等 相信都可以讓你享受到 更Cyberpunk 風味的戰鬥體驗 先前就引發眾多討論的載具戰 也在這次的影片中曝光 我們現在可以改裝自己的愛車 讓它成為一台能打能跑的霹靂車 不只大幅強化車上戰鬥的機能 機槍和飛彈 各種你想得到的武器都可以被裝在車上 幫我們掃盪路上的障礙 那些原本從虛空中登場的警察 和鎮靜特勤組 這次也被大幅強化 遊戲甚至還追加了運車和偷車的動態事件 真的是要變成Cyberpunk GTA 了吧 電獄判客 2077 自由換職 將在9 月 26 號推出 除了可以繼承原作存檔之外 據說也能夠直接跳過本篇遊玩 DLC 如果你還沒有玩過修好的 2077 那就不妨趁著這個機會一起重返夜城 推出至今即將邁入 20 周年 VALF 最具代表性第一人稱設計遊戲經典 《戰力時空 2》 也要隨著傳送門的小步 宣布要推出 RTX 加強版啦 負責開發的工作室 Orbit Fold Studios 將與 NVIDIA 合作 應用最先進的 RTX 技術 讓這款經典科幻設計之作 畫面和光影的表現更上一層樓 以 DLSS 3.5 的優勢 讓遊戲可以在畫質跟運作順暢之間 取得完美平衡 這次《戰力時空 2》 RTX 加強版 可是連遊戲模型以及貼圖材質也一併升級 高端的 HEV 防護服 在 RTX ON 的威力之下 比起原作更加逼真寫實 畫面漂亮到讓人不禁懷疑 這真的是我們小時候玩的那個《戰力時空 2》嗎 目前工作室也正在招募各方好手 持續開發《戰力時空 2》 RTX 相信等到明年正逢《戰力時空 2》 20 周年之際 我們就能看到加強版《戰力時空 2》 RTX 的問世吧 歷代決勝時刻遊戲中 現代戰爭三部曲 已鮮明的人物刻畫 爭議性的震撼劇情 還有極為出色的多人對戰 被譽為西地野巔峰 在粉絲心目中一直有著特別的地位 即將在 11 月 10 日 於家用主機跟 PC 平台推出的 《決勝時刻 現代戰爭 3》 2023 自然也受到全球玩家們的注目 繼 8 月 18 日公開了首支預告片後 官方緊接著在 Gamescom Opening Night Live 2023 公開了長達 9 分多鐘的劇情正義 最新時機遊玩影片 重製版現代戰爭系列的劇情 終於要迎向最高潮 承接 2022 年推出的前作 《現代戰爭 3》 2023 中由普萊斯上尉、 幽靈、索普和加斯等人組成的 141 特遣隊 終於要對上系列中最冷酷無情 而且詭計多端的敵人 弗拉基米爾、馬卡洛夫 不只在舊系列中那個惡名昭彰的 No Russian 別說惡語關卡將再度回歸 也有彩蛋關卡、高空俱樂部 而這次時機遊玩的影片 《行動代號 627 地圖》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啊 其實這是跟原系列二代中的古拉格監獄關卡很相似 只是這次我們將從水下進攻 《現代戰爭 3》 2023 維持了系列一貫宛如電影場景的氛圍 影片展示了精湛的戰術配合 不僅有從水下潛入的單位 還有隊員是從空中散將 我們將搶襲監獄的最頂層入口 藉著隊友的活力掩護進入地下通道 來到監獄的控制中心前 主角還要秀一手神將射擊 利用夜視鏡的優勢 在突破重重火網之後 隊員們終於抵達監獄的最底部 一扇厚重的大門前面 在舊版的故事中 這裡是營救普萊斯上位的地點 但在這次全新的《現代戰爭 3》 2023 裡 門後又有什麼在等待著我們呢 真是令人興奮又期待啊 微軟這陣子為了在市場打出破口 可以說是動作頻頻 今年2月微軟副主席 與總裁Brad Smith 宣布 將與任天堂展開為期十年的長期合作 又著手進行收購動作暴雪 雖然收購案遭到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與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擔心壟斷市場而反對 目前還在努力協調 應該也快落幕了 而作為歐洲遊戲大廠之一的 Ubisoft 在8月22號宣布以更微軟完成協議 等到動作暴雪收購案完成之後 Activision Blizzard 未來15 年內 推出的所有新遊戲都將登陸 Ubisoft Plus 同時 Ubisoft 也可以將其授權給雲端遊戲公司 進行雲端遊玩 這也將最近因暗黑破壞神4等一連串負面新聞纏身的動勢暴雪 推上了風口浪尖 暗黑破壞神4在7 月底開啟第一賽季 在該次 patch 中因為眾多職業遭到NRF 導致玩家怨聲載道 接著就在 Gamescom 中火速公布了第二賽季寫之賽季 並表示將在10 月 18 日上見 但玩家們似乎不大買單 只一才剛剛更新就急著宣布下一季的內容 是不是想要挽救目前的口碑啊 然後剛好 Ubisoft 公布 之後訂閱 Ubisoft Plus 就可以玩到暴雪奇效的遊戲 感覺就是在橫打衝D4首發玩家的臉 依照目前的情勢 暴雪做什麼都會引起玩家不滿 是不是應該先慢下來 好好改進目前遊戲內的問題 聽聽看玩家們的建議 畢竟作為一款遊戲 讓玩家玩得開心滿意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Ubisoft 今年下半年的大作《刺客教條幻象》 當然也在歐洲主場電玩展 Gamescom 發表了新宣傳影片《巴格達元城》 這次影片全稱都以阿拉伯語配音 讓我們深厘其境 體驗九世紀巴格達元城的盛況 我們將扮演軌跡多端 卻受到惡夢般幻象糾纏的街頭小賊貝辛姆 在誓死復仇之後逃到了巴格達 並加入名為無形者的神秘組織 在《巴格達黃金年代》展開全新冒險 磨練自己的獨特技術 發掘自己的真實身分 最終領悟出一條新的教條 這次幻象以現代化的手法 重新詮釋《刺客教條》系列 傳承十五年之久的跑酷、潛行和暗殺這些要素 可以看到在原城中各種逆蹤潛行 從掩蔽處暗殺丟飛刀 在建築物中跳上跳下到處攀爬等熟悉又懷念的招式 Ubisoft 也宣布原定10月12日全球同步上市的《刺客教條》幻象 遊戲母片已經開發完成囉 將會提早到10月5日發售 玩家們可以到八雙城預購起來 準備好來去感受中東風情到巴格達王朝觀光囉 Ramody 在 Gamescom 2023 開幕頁發表會上 公開了《心靈殺手2》的全新預告影片《黑暗之地》 之前影片比較著重在新角色FBI探員Saga Anderson 在現實世界中遭遇到的案件 而這次就以Alan為主角 首次揭開遊戲中的小說世界暗處的恐怖面貌 這次很明顯地加重了懸疑又詭異的氣氛 有著大量類似訪談實境秀的真人演出效果 以及致近1976 年著名驚悚電影《計程車司機》中的紐約場景 物理驚悚與心靈恐懼的營造 以此到位給好給滿 主角Alan 試圖找出明明是自己血下 卻被遺忘的詭異章節 在夢魘裡立抗黑暗威脅 試圖逃離這個世界 跟許多粉絲猜測的一樣 《心靈殺手2》有不少地方 和Ramody 的前一款作品控制搭上線 像是在這次的預告影片中 就有出現疑似Mr.Door 的身影 難道這次在暗示控制的續作也不不逼近了嗎 Alan 這次到底能不能從他的小說夢魘中解脫 或是跌入更為恐怖乖離的深淵呢 Sony 聽見了大家的呼喊 要推出新的 PSP 重返掌機榮耀啦 欸 什麼 我搞錯了 原來是手把架螢幕 要先買一台 PS5 主機開好機上好網 再把掌機連上Wi-Fi 不能離線玩的 PSD 款遙控遊玩專用裝置 PlayStation Portal Remote Player 嗯 就讓我們簡稱新 PSP 吧 今年 5 月 Sony 揭曉了 遙傳許久開發中的遠端遊玩系列裝置 代號 Project Q 如今在 Gamescom 正式發表 這台新的掌機就叫做 PSP 預定今年下半年上市 建議售價為美金 199.99 元 折合新台幣約 6,380 元 造型跟先前公布的一樣 將 DualSense 無線控制器造型的左右握把 與一個 8 吋 1080p 解析度 60Hz 的 LCD 液晶顯示器組合而成 是一個非常充滿實驗性質的產品 重點是它到底有哪些功能呢 在擁有 PS5 主機的前提下 PSP 可以透過 Wi-Fi 連線到你的主機 以 1080p 60fps 的規格 遙控遊玩安裝在 PS5 主機中的遊戲 或是遊玩 PS Plus Premium 雲端串流服務所提供的遊戲 只是現階段 Sony 本來就有的雲端服務 PS Now 並沒有在台灣上市 類似的 PS Plus Premium 有沒有計畫在台灣推出都還是個未知數 這部分我們先不考慮 所以我們會用到的情況就是在主機有 Wi-Fi 連線時使用 Sony 預設的使用情境並不是給你帶出門玩 而是給電視搶不贏老婆小孩女朋友的玩家 躲到房間玩 PS5 用的另外一台裝置 我們也非常好奇這台新 PSP 在與主機不同的網路環境下 也就是到我們出門用別人的 Wi-Fi 時 玩起來到底順不順 但官方並沒有公布實際的測試資料 只有說 PSP 本身沒有提供離線遊玩的功能 至於開放安裝其他串流看片的部分 則沒有辦法確認想想這樣子還適合帶出門玩嗎 以上就是 Sony 推出的新裝置 PlayStation Portal Remote Player 的資訊 嚴格來說並不是新掌機 而是鎖定一架中已經有 PS5 的玩家 所開發的 PS5 新周邊 已經有主機的你會對這台新 PSP 有興趣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製作的 3D 對戰格鬥遊戲 鐵拳 8 的製作人元田聖宏 站上了 Gamescom 2023 開幕夜活動舞台 帶來了最新的宣傳影片跟發售日期 在 8 月初時 官方有釋出黑人忍者雷文 跟咖啡女王阿斯塞娜 這兩明星角色的介紹影片 雷文擅長影分身 來進行快節奏的波撞攻擊 上下段的攻擊十分難以辨識 阿斯塞娜則是擅長扭動身體閃躲 和反擊敵方的攻勢 戰鬥風格非常花俏 而在這次釋出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超多角色出場 總共會有 32 名角色參戰 而且還會追上現今格鬥遊戲的流行 推出全新的對戰大廳和虛擬形象 可以自定義化身的外觀 自定賽制和社交功能 用自創的虛擬造型 在遊戲大廳中 展開沉浸式的體驗 角色也會推出豐富的Skin造型 像是經典的搞笑角色Kuma 可以讓手上的魚變成飛彈射出去 看起來既認真又有趣 最後也帶來了鐵拳 8 確定要在 2024 年 1 月 26 日推出 不知道這次還會有哪些合作角色呢 接下來應該也還會陸續展開封閉測試 有興趣的玩家記得多多關注官網喔 各位奇空士們朝思暮想的動作 RPG 新作《碧藍幻想 Relink》 在 Gamescom 2023 中也公開了全新的宣傳影片 以手機版為基礎 由 Psygames 自主研發的《碧藍幻想 Relink》 在許多浮空島嶼所構成的空之世界 我們可以操作葛蘭、卡塔莉娜、夏立蒂、蘭斯洛特等多名熟悉的角色 組成四人隊伍 展開以天空盡頭的傳說之島 伊斯塔魯西亞為目標的冒險 這次的宣傳影片我們可以看到 納魯梅亞、巴薩拉加、色塔等角色登場 並於以強大力量守護著各島嶼的故事關鍵 新兵獸對戰的戰鬥場景 遊玩師可以透過簡單的操作使出連技、奧義或連技等華麗又強大的聯手攻擊 過場劇情很流暢 戰鬥看起來也超熱血華麗 甚至還有傳劍戰以及跟努力亞一起召喚巴哈姆特的演出 或許能夠上演一場跟Final Fantasy XVI 一樣的召喚獸大戰呢 或許由於是Sidegames 獨立開發的原因 從2017 年就首度公開的《碧蘭幻想relink》 又要再一次演習啦 這次預定 2024 年 2 月 1 日在全世界發售 中文版也會同步推出 應該是不會再演了吧 喜歡碧蘭幻想的玩家趕快去預購起來啦 今年 Gamescom 日系遊戲廠商的聲量也不少 Atlus 端出了兩款女神異文露的新情報 首先是採用戰棋玩法的新作 女神異文露戰略版 結合了女神異文露和 XCOM 風格的經典要素 打造出相當有創意的新玩法 遊戲中的Guard 掩體系統 可以讓角色躲藏在掩體後面 藉此減少或迴避傷害 如果在掩體後對沒有掩體的敵人攻擊 就可以造成Chance 讓敵人陷入倒地狀態 大家熟悉的One More 額外行動權就是這樣來的 當然這部分的系統敵人也能夠使用 所以要注意不要被敵人抓到破綻 那要如何攻擊掩體後的敵人呢 就輪到近戰攻擊和技能登場了 透過近戰攻擊可以將敵人打飛推出掩體 而某些技能也可以讓敵人失去掩體的保護 交替使用技能和近戰攻擊 積極取得One More 來輸出 就是我們的基礎戰略 假設我們將敵人打倒在地 剛好又有三個角色包圍他 就可以Tribangle 的總攻擊 就算只有一個敵人倒地 只要包圍網裡面還有站著的敵人 他們同樣也會受傷 算是個輕怪的好辦法 累積滿右下方的Voltage亮表 還可以發動角色的獨特技能 一口細逆轉戰局 多多利用這些系統完成關卡指標 就可以拿到更好的獎勵 女神一文論武戰略版 預訂11 月 17 號推出 並首日登上Xbox Game Pass 一起加入這款超潮的戰略版吧 除了女神一文路戰略版 先前宣布重製的女神一文路3 Reload 也在Gamescom 2023 中釋出了試玩更新影片 女神一文路3 Reload 是角色扮演遊戲P3 的完全重製版 畫面全面翻新 事件、動畫、地圈和技能組都將重新製作 並加入符合現代標準的新系統 像是在Gamescom 現場展示的地圈探索 就可以確定重製版不只能在探索中跟隊友聊天 也有了快速衝刺的行動方式 不過當年探索中的散開指令似乎沒有了 或許是被其他類似功能取代了吧 當然經典的弱點系統、One More 技能 總攻擊策略等經典要素依然保留不變 原本技能選擇較少的光暗屬性 將迎來更多的變化 而且新增了類似第五代招棒的交替技巧 讓玩家有更多自由發揮戰術的空間 總攻擊的新插圖、演出的新手法 還有戰鬥場景都比當年華麗了許多 最重要的就是確定女神藝文路3 Reload 將會在2024 年 2 月 2 日推出 同樣也會首日登上 Xbox Game Pass 這款睽違16 年的冷飯這麼的香 老玩家們一定不會拒絕的吧 Sega 的索尼克系列最新作 回歸 2D 橫向卷軸玩法的索尼克超級巨星 也在 Gamescom 2023 開幕也公開了遊戲的多人遊玩模式 我們將來到北極星群島 運用全新的翡翠力量 與塔爾斯、納克魯斯跟艾咪等同伴 一起破壞彈頭博士的陰謀 包含對戰模式在內的要素 都可以四人一起遊玩 還搭載了簡易的外觀更換技能 讓我們可以用自己喜歡的造型出場 影片也展示了四人分割螢幕和多人對戰玩法 最多可以八個人一起對戰 看起來連線技能應該也會包含在這次的遊戲內 索尼克超級巨星 預定 10 月 17 日推出 而索尼克未知變近 在 9 月 29 日也會推出 第三波大型更新超完全決戰 將追加以烏拉諾斯島為舞台的全新故事 艾咪、納克魯斯、塔爾斯也變成可以操作的角色 我們要活用每個角色的特殊動作 來攻略新的機關和任務 體驗和本片不一樣的結局 難道索尼克終於要重返農藥了嗎 韓國大廠Nexon 也沒有缺席今年的德國Gamescom 帶來了旗下子公司NetGames 以 Unreal Engine 5 開發的打寶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第一繼承者 The First Descendant 的最新宣傳影片 遊戲主打免費遊玩 結合四人合作 獨特的特色 刺激的槍架和搶奪的樂趣 我們要扮演繼承者 手持各種高科技武器和槍械 對抗侵犯英格里斯大陸的侵略者們 遊戲中的職業分工明確 有重火力的輸出手 也有具備逆蹤狙擊能力的偵查職業 還可以利用狗爪在各平台間快速移動 面對大型BOSS 戰時 更考驗著玩家們對環境的利用 和團隊合作能力 玩法方面基本上是採副本質 官方也表示正在著手開發巨型地圖 和角色任務等更多新內容 第一繼承者在去年10 月有舉辦過 BETA 測試 今年6 月在 Xbox Game Showcase Extended 2023 中也有露面 這次 Gamescom 更出現了可愛兔女狼造型 看得出來想要進軍全世界的野心 遊戲接下來 預定在 9 月 19 日展開跨平台公測 今年年底推出並支援繁體中文 喜歡收集刷裝遊戲的玩家們 可以準備交談去關方網站報名囉 開發過知名線上遊戲黑色沙漠的韓國研發商 珍愛比斯 在 Gamescom 2023 開幕頁中公開了新作品 赤血沙漠 Crimson Desert 的全新實機遊玩影片 遊戲將珍愛比斯研發的次世代遊戲引擎 Black Space Engine 進行開發 在主角 Cliff 的視角下 展現了騎馬戰鬥、拯救人質 以及許多華麗的戰鬥片段 保留了黑色沙漠的優點 赤血沙漠依舊有著令人驚艷的畫面 不管是策馬在平原巷奔馳 還是在富有中世紀氣息的村莊顯逛 整體畫面氛圍都有著單機大作的水準 我們可以在廣闊的帕威爾大陸盡情探索 作為傭兵四處奔走 並見證角色一路上的成長與挫折 這次影片的重點是在於環境互動的效果 特別是在一對一跟一對多的戰鬥當中 將能夠透過思考並使用適合的武器 靈活運用周遭物件進行攻擊 搭配像是抓繫、投擲、提擊等各式技能組合 像是破壞建築、配合投擲等動作打造各種地形殺 創造出自己獨具特色的戰鬥風格 也有釣魚、樂器演奏 甚至是跑酷等等豐富的生活玩法 赤血沙漠Creamsame Desert 目前尚未宣布推出日期 就讓我們期待後續消息囉 鼎鼎大名的軍事模擬射擊遊戲三角洲部隊 終於有新作的消息了 由騰訊推出的三角洲部隊新作 Delta Force Hawk Ops 將會大改玩法 並將遊戲變成免費遊玩的模式 讓所有玩家一起加入這前所未見的戰場 我們可以扮演各色兵種 運用他們的獨特技能在戰場上支援隊友 遊戲中有多種模式 有可以單人遊玩的戰役模式 體驗三角洲部隊各個角色的魅力所在 如同戰地風雲的大型戰場 要跟自己的同胞手足 一起對抗敵方玩家 並能駕駛各種攻擊載具 鎮壓敵人據點 最後是三角洲部隊的精髓 以三人小隊為主的多人對戰模式 就像全境封鎖的暗區一樣 我們要一起跟小隊成員潛入目標區域 把高價值的目標帶走 也要隨時注意有沒有其他玩家半路搶劫 Delta Force Hawk Ops 目前推出時間未定 有興趣的玩家們可以先去官網事前預約 去年初公測後 就一直沒有什麼新消息的重申邊緣SYNT 在今年的德國Gamescom宣布 PC 版即將於9月8日在全球登場 這款由騰訊旗下Level Infinite 發行 Next Studio 開發的線上多人打寶設計遊戲 我們將要在高科技所引發的末世中 扮演各種不同的勇士 前往子午線禁區內 清除名為麥米人的怪物 每一場遊戲我們都能夠選擇要扮演什麼勇士 每個勇士都有獨特的技能可以使用 像是當個義護兵幫忙隊友 就是隊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員 有趣的是雖然是敵人 我們也能反過來童話擊敗的奈米人 讓他加入我們 為我們作戰 就像是隨時跟在旁邊的NPC 隊友 非常適合拿來當個肉盾呢 遊戲還主打PVE 多人共鬥模式 也有PVP 模式讓玩家們來比較高下 等到9月8日就可以來親子確認一下手感啦 網易在GAMESCOM 發表了動畫風格的開放世界遊戲新作 代號無限大 可以說是相當受到矚目 這是由網易旗下新成立的團隊 Naked RAM 開發的首款作品 以高度發展的近未來都市媒舞台 加上鄉鄉的妹子們跟超然的主題曲 在充滿硬派和歐美動作風格的GAMESCOM 活動上讀書一格 遊戲中角色們能使用類似抓勾的裝置 在高樓間穿梭 還能夠駕駛各種載具 在地圖上快速移動 背景的物件數量和NPC 的密集度也相當高 遇到敵人時還能夠無縫進入戰鬥 從影片中展示的戰鬥我們大概可以推斷出 應該也是需要抽卡養角色的模式 在人物建模方面相當不錯 必殺技的演出 各角色的戰鬥風格也很有特色 代號無限大預定將在PS5 PC 以及手機平台上推出 如果手機也能夠保持這樣的高水準 看來會成為新一代的手機性能測試軟體 有機會成為原神的一大競爭對手 對於玩家們來說不僅是多了一個選擇 也可以期待開發商們在競爭之下 會推出更好更優秀的作品 絕對算得上是好消息喔 以原神崩壞文明 擄獲許多玩家的心的米哈游 在 Gamescom 2023 開幕頁活動中 推出了全新動作遊戲 絕去靈的最新實機影片 展示了遊戲的戰鬥機制和系統 我們可以編組三人小隊 並在戰鬥中隨時切換角色 而被切換的角色還會進行一段攻擊後再離場 面對大型BOSS 的攻擊時 我們可以選擇迴避或是格檔 在畫面右上角也可以看到BOSS 除了血量還有類似韌性條的機制 當玩家們進行攻擊或是成功格檔 都能夠累積量表 當量表達到100 後 BOSS 就會進入虛弱狀態 此時切換攻擊也會變得更加華麗 還可以延長BOSS 的虛弱時間 看起來在戰鬥方面 非常鼓勵玩家頻繁切換角色 打出的傷害也會更高 玩家還可以進入遊戲中心 遊玩各種階級小遊戲 根據米哈游其他遊戲的設計來看 應該是在達成指定分數後 就可以領取各種培養角色的資源和材料 就讓我們期待《絕取靈》的正式推出 可愛又可怕的《小小夢魘》系列居然要推出第三代了 在Gamescom 2023 開幕頁活動中 公開了首支宣傳影片 《小小夢魘3》這次將走雙主角制 我們要扮演陸和惡龍這對全新登場的小夥伴 穿越恐怖的螺旋世界 並面對徘徊在死神的怪物寶寶等致命的威脅 遊戲採用了活用雙主角特性的解謎玩法 陸和惡龍各自具備了板手和弓箭兩個獨特的道具 影片中展示了利用小雨傘漂浮和登座解謎的玩法 這次居然還加入了雙人合作的要素 或許有機會變成恐怖版的雙人成型也說不一定呢 《小小夢魘3》預定在2024 年發售 期待這次想告訴我們的恐怖故事 由獨立工作室 Ascendant Studios 推出的第一原稱射擊遊戲更古魔戰 《Immortals of Avium》 主打擁有80 種以上的魔法 三大魔法系統帶來爽快的魔法戰鬥 遊戲背景在虛構的魔法事件 Avium 人類因為爭奪魔法控制權 引發了持續超過千年的戰爭更古魔戰 我們將在這亂世之中 並以為來自貧民窟被稱為藝術的主角賈克 原本對從軍毫無想法的他 在目睹了自己的好友因敵國入侵而死亡之後 發動了特別的能力 成為了能夠使用三種顏色魔法的三魔玉石 之後被軍隊長官看上 加入了如仙一流守護者的不朽教團軍隊 要對抗拉莎恩暴軍、桑克卓跟他的大軍 作為一個世上唯一的三魔玉石 我們的攻擊都脫離不了三種魔法 每種顏色的魔法都有奇特性 藍色魔法的攻擊是射出雷電 可以當作是威力中等、遠距離的單點發步槍 紅色魔法是高範圍高傷害的爆破魔法 不過射程不遠而且彈數較少 綠色魔法則是有極高的連射性能 還帶有小範圍的追蹤能力 非常適合拿來對付敏捷的敵人 我們還能消耗魔力釋放強大魔法 可以輕鬆破除敵人的護盾跟解決大範圍敵人 還有三魔玉石才能夠使用的特別魔法反擊 能夠讓三元色混合成一道白色光芒射出 這就是我們主角光環的力量啦 雖然說遊戲有標榜80多種魔法 但其實很多魔法都把基本動作給算進去了 像是迴避、防禦、空中漂遠、空中漂浮 還有輔助魔法可以拉動敵人、緩速等等 遊戲中還有製作台可以改造我們的魔法 不過改來改去都是改射速、攻擊力、代價大小 和魔法、飛行速度等等 只要有一點點的變化就算是一種魔法 稍微缺乏讓人覺得 哇這個魔法好特別喔的驚喜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更古魔戰有著以 Unreal Engine 5.1 製作的高畫質 玩起來整體滿流暢的 可以深深的玩下去 唯一要說的是製作團隊 為什麼要把Lady Cows 這麼漂亮的女生 在遊戲中變成硬邦邦的肌肉女啊 真的是太贏派了 今年的Gamescom 雖然沒有太多全新作品出現 比較多的都是即將在年底 或是2024 年初要推出的遊戲 不過整體而言還是相當豐富 各種類型的遊戲都有 玩家們你最期待哪一款呢 本週還有一個全世界機甲民們待望的遊戲推出 就是最懂男人要的浪漫的 From Software 所製作的《激戰傭兵6 境界天火》 電玩瘋有分享無雷的全破心得 也有直播打個流暢的一套 記得點開旁邊的影片來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頻道訂閱起來不要錯過 我們下週再見啦